后来怎么办 白天看乒乓球赛 盯着这乒乓球 晚上看乡头 几个月下来呀 这六小灵童还真就把这眼神给练活了 那种依依不舍 再看被压在五星山底下 看到那个飞鸟大雁 这眼神里又充满了最自由的渴望 大到天宫的时候 这眼神又变得那么威风凛凛 孙悟空的各种情绪 让这六小灵童啊 用不同的眼神 那可以说活灵活现的 就给传达出来了 说到这儿啊 钢子的确深有感触 就是做任何事 即便你是先天有所不足 只要咱们后天啃下苦功夫 肯定就能有所成就 你就像六小灵童 虽然说眼睛高度近视 但是人家凭借着苦练 最终这不就成就了一代 精简美红王的形象吗 你娘们 把这花脸给我压上来 怎么他就这么多 别老了 我笨不笨 说完了孙悟空啊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西游记 选角色当中最一波三折的角色 就是这唐僧 相信大伙也都知道啊 一共25集的电视剧 光这个唐僧就有仨人演 在今天来看 这都不可思议的 为什么当初这个唐僧 有三个人扮演呢 这话说来就长了 刚开始吧 杨洁导演觉得这唐僧啊 他选一个白白净净的和尚 是不是啊 应该好找 没有太高的要求 于是呢 他就到这个电影学院 就想直接找一个 长相清秀的 白白净净的学生就行了 虽然当时学校已经都放假了 但是校领导这个事特别重视 马上给拿了一摞照片 导演 您挑 选中谁 我马上我就叫人来 这杨导拿着照片啊 一张一张看 一张一张的斟酌 突然就发现这其中有一张 让这个杨导眼前一亮 谁呢 这个相貌英俊的小伙子 谁呢 这个相貌英俊的小伙子 就叫汪月 就是这位 这杨导当场就拍玩了 就他了 让这个汪月来演唐僧 咱们看看啊 这张照片 这就是西游记最开始的师徒 你看本来挺好的一个组合 但是呢 拍完了这个霍企观音院 偷吃人参果 还有三大白骨精 这三集之后 出问题了 扮演唐僧的汪月呀 因为接了一部电影 档期发生冲突了 当时他就很为难呢 刚开始吧 汪月说 我说我可以一边拍电影 一边演唐僧 可问题是 唐僧这个角色 他不是客串的 每一集都有啊 戏份特别重 怎么办呢 最后没办法 无法两全的情况之下 汪月还是选择 离开了西游记的剧组 当时杨洁导演也 请不吝点赞 订阅